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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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骏的样子整个人仿佛都像是在闪闪发光 公骏玩玩具赛车高能反转 在玩具车大战中 公骏虽然拿到的是辆小破车 但是没想到公骏玩玩具赛车竟然点满了运气 在小破车的前轴 后轴 转向轴都不能用的情况下 公骏面对混乱的局势也丝毫不慌 淡定操作手柄 躲过一波波攻击 赢到最后 公骏的小破车赢了 有实力不在于车大车小 运气与实力并存 公骏的这波帅气的操作真的太秀了 看了公骏这一次的比赛环节 真的是让人都觉得很惊喜 本来还以为小破车只能垫底的 但是没有想到一个小破车都能够赢了 公骏这一次真的是靠自己的车技的实力了 展现了真正的技术了 这个反转真的太精彩了 极限挑战终极大决战 作为主赛车手的岳云鹏 贾乃亮 黄景瑜和公骏准备就绪 倒计时结束红灯熄灭 出发 一声令下 正赛迅速开始 四辆车几乎同时急驰 公骏瞬间开启飞制状态 无论是转弯还是加速 都稳扎稳打 是绝对的不失误型车手 车技获得了王迅和岳云鹏的肯定 最后也是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龚骏真的不会是个 多才多艺的宝藏男孩 这下子又让粉丝发现了 他的隐藏技能 没想到这一季的极限挑战 有了龚骏的加入还挺精彩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